哈喽大家好 君子狼在家里养了一年了 现在到了夏天了 可以给它换盆了 给君子狼换盆 最好要等到它卸花以后再换 如果它开着花 就不要急着给它换盆 为什么要给君子狼换盆 因为这个君子狼 是养在这花盆里面 特别是在我们这里寒冷的地方 我们整个冬天 就把它放在室内 这些土用了一年了 这营养成分已经没有了 所以现在需要给它换上新的土 再加一些营养成分进去 让它长得更好 让它早日开花 下面我将与大家分享一下 给君子狼换盆的方法和过程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和分享我的视频 先准备种植的土 这是新买的实例盆栽土 在土里面加一点鸡粪 这个积分是有助于开花的 你看我这个土里面还加了一些花生壳 花生壳就是使这个土之间增加些空隙 能够使它更好的透气透水 再在土里面加一点干的香蕉皮 香蕉皮是很好的肥料 它富含甲元素 为什么要晒干呢 不放湿的呢 放湿的它就容易发霉 放干的让它慢慢的溶解 它的肥性可以慢慢的释放出来 在土里面加一些碎鸡蛋壳 这些鸡蛋壳是炒熟过 再把它打碎的 咸鸡蛋壳是有机肥 没有精确的量 就随便放一点 大概放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在土里面放一些芝麻花生粉 这些芝麻花生是炒熟过 然后再把它打成粉末 把这些肥料鸡蛋壳和芝麻花生粉跟土一起搅拌均匀 尽量把它们搅匀 不要让它们堆到一个地方 把土准备好以后 现在把一盆菌子蓝拔出来 它的根还可以 没有什么烂根 就清理掉根上面这些土就可以了 只有两条烂根 然后把盆子里面这些旧土倒出来 把这个盆子清理干净 最好在盆子的底部放一些干的松树球 这些松树球就是上一年放盆子底部的 我刚刚把它们从土里面选出来 当然这些松树球已经用过一年了 就不再用了 等一下给它换上新的 这是我原来种菌子蓝的盆子 这两个盆子都是底部有洞 但是它的底部都有底座 这样的盆子它的透水性其实是不好的 但是是因为它这个盆子比较好看 所以我就用它 其实我有那种红色的头盆 但是就土一点 所以用这种盆子来种花 特别是种菌子 这种肉质的这个根 特别要注意它浇水的量和浇水的频率 如果浇水多了就容易积水 积水就会使它浪根 所以我现在要在这个盆子的底部 给它放一些松树球 在这个盆子的底部放一些松树球 就能够使这个菌子蓝的根部 跟这个盆子的底部有一定的空间 这样子它的透气透水性就会更加好 这个松树球一定要剪干的晒干过 一个是没有虫 再一个它就不容易发霉 我们先把这个菌子蓝拿进来比较一下 如果它的根露着外面不多 这下面的松树球就刚好合适 如果它露得太多了 那下面的松树球就太多了 就要拿一些出来 这样看起来还可以 所以就可以直接给它加土了 加薄薄一层土就可以了 如果土加的太多 它的根又会露在外面太多 所以现在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菌子蓝种进去了 就往这个盆子里面加土 沿着这个菌子蓝的周围加土 把土加满就可以了 第一盆菌子蓝就给它种好了 我们接着来种第二盆 现在来种第二盆 这个种的方法也是一样 先把这个菌子蓝放进盆子里面来比一下 看看它的根露在外面有多少 这样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根刚刚到盆子的口边 这样子就意味着下面的松树球的数量差不多 就可以给它填土了 现在这个盆子里面放一层薄薄的土 然后把这个菌子蓝放进去 你看它的根在这个盆子的边缘下面 然后往盆子里面加土就可以了 好了 这第二盆也种好了 看它这个花头在盆子的边缘下面 这个土也刚刚把它的根全部盖起来了 这样子就合适了 现在再用同样的方法种定三盆 同样在盆子的底部也放一些干的松树球 然后再按同样的方法 把菌子蓝放进盆子里面 往里面加土把它种好 然后给它们浇水 我是给它们浇啤酒水 是20毫升的啤酒 度一升的水 把这个土浇透就可以了 浇完水以后再把它放到家里面有阳光的地方 这样子给菌子蓝换盆以后 菌子蓝就会长得更快更好 早日开花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还分享我的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